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眼看也快过年了 为了应对爸妈的催婚 猫爷左思右想 反复思索 最终决定带个A2女友回家 肯定有朋友想问了 这A2女友怎么带回家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趋势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 不容错过 A2虚拟伴侣攻占市场 现在来看的话 A2女友还只能以纸片人的形式 存在于虚拟世界中 所以 如果你想向父母展示它 只能通过A2生成的图片和视频 但是 没关系 你照样可以在网上和你的 AI虚拟女友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比AI作为生产力工具 更早破圈的 就是AI伴侣的爆火 去年11月 ChatGPT的幕后开发公司 OpenAI 干了一件轰动科技圈的大事 向用户开放自定义 GPT功能 也就是说 你可以打造私人定制版 ChatGPT 然而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功能很快就被大家玩坏了 因为大家用GPT功能 生成了一堆AI伴侣 其中就包括机器人女友 和机器人男友 而在国外市场中 反响火爆的AI伴侣 在国内市场中 同样备受用户追捧 甚至还要火得更早 玩得更化 在2023年初 ChatGPT爆火不久的时候 一款国内的AI角色扮演聊天智能体 BLOW正式诞生 这款爱就是 瞅准了AI伴侣的风口 打造网文男主人社的AI男友 专攻女性用户 在上线后的短短四个月内 就实现了500万用户的突破 同类型的AI伴侣聊天软件 还有Xiva Talkie 星野 Xer 彩云小梦等 更甚至于 你在淘宝都可以买到 AI虚拟女友的陪聊服务 在这个阶段 AI伴侣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为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但问题来了 除了情绪价值 AI伴侣还能提供胜利需求价值吗 其实是可以的 比如性AI机器人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研究领域了 英国桑德兰大学性心理学专家 海伦 德里斯科尔博士就说过 随着人类在虚拟现实中 耗费的时间不断增加 人与机器人发生性关系 甚至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 到2070年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信赖 将被广泛接受 试想一下 以后大家娶个AI机器人当老婆 或者嫁个AI机器人当老公 这是大家别不敢想 性AI机器人 似乎真的要造出来了 而前不久 特斯拉又带着 它的最新版人形机器人 Optimus 2 在众人面前 好好的亮了个相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上一代半成品 Optimus 2的皮肤材料 就具备了智慧人机交互弹性体 在上面还搭载着感知元件和传感器 正因如此 Optimus 2的手指 可以智能检测周围接触物的温度 湿度 力度 形状等一系列的因素 并且给出相应的反馈和调整 所以 把传感器放在另一些地方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大家 懂得都懂 结果 还真的有人做出来了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市 那里有一家专门做性AI机器人的公司 深渊创造 这家公司旗下 有一家做真人娃娃的公司 RealDAO 以及另一家做真人机器人的公司 RealBotix 要说这家公司的明星产品 就是那款火遍北美的性AI机器人 RealDAOX 一款把芯片放在机器人后脑中 把传感器放入机器人下体 能够完成轻度表情管理 可以和使用者对话的AI机器人 但是 RealDAOX虽然说打着智能性AI机器人的名头 其本身却还不能自主完成动作 就算以后把它做得和目前大部分的智能仿真人一样 关节连接触不够灵活 也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难题 同时 由于它的皮肤是电子皮肤 上面还搭载着传感器 所以不仅造价昂贵 而且还非常脆弱 极容易损坏 修复的价格也不便宜 可谓是真词娃娃 总的来说 RealDAOX的制作完成度 目前肯定还达不到真人的程度 但售价倒是蛮贵的 基础版7349.99美元 这个价格摆在这里 大家想要人手一个是不太可能了 不过 以后真的有这样 可以陪你聊天 给你做饭 解决你的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实体 AI机器人伴侣 你愿意带他回家吗 当然 就目前整个AI机器人大行业的发展来看 想要造出这样的AI伴侣 三年到五年内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等一等的话 七 八年还是有希望的 对于部分不想与现实中的人产生恋爱 婚姻关系的人来说 这样的AI伴侣 确实让人心动 值得一提的是 在社交方面 AI伴侣确实能够给部分人 带来短暂的社交欢愉 能够在你情绪低谷时安慰你 鼓励你提供情绪价值 但是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 这也同样可能造成社会性的灭顶之灾 因为当你建立亲密关系的对象是 AA仿真机器人时 随着你和他在情感交流上的深入 他在接受错误指令的时候 极有可能影响你的思维判断 当你把他当作依靠 只愿意和他交流时 那么渐渐的 你有可能会忘记 与正常人类如何交流 失去社交能力 与正常的人类社会从此脱节 更有甚者 当你和AA伴侣选择组建家庭 领养小孩的话 那么对于小孩来说 他也会因为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而造成某些性格方面的缺陷 所以即使AA伴侣真的能在未来面世的话 前提一定是相关法律规范和监管已经成熟 说到这里 猫爷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看到的新消息 相信看完之后 广大男性同胞一定会感叹 果然 AA是懂男人 不 是懂画画的 去年8月 美国游戏设计师 Jason Allen 用一张AA绘画作品 《太空歌剧院》 拿下了美术竞赛一等奖 引发互联网大地震 无数人感慨 艺术已死时 一场AA绘图军备赛 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不过那时候 AA绘图工具刚开始大规模流行 还存在各种不足 许多作品出看还行 细看离人类画师的水平 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然而 就在ChatGPT的光芒 掩盖一切的这段时间里 图像生成 AA也发生了指的飞跃 是的 这几张图中的美女 既不是网红 也不是明星 而是AA生成的虚拟人 几个月前 以Stable Diffusion的 Chelot Mix 为代表的模型 横空出世 如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其生成的3D仿真人照片 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从光影到发丝 都几乎调不出错处 令人细思极恐 紧接着 一个个A2模型 如脱缰野马般疯狂涌现 直到现在 可以说 只要算力够 不管是二次元还是三次元 AI都可以画出来 即使是使用不熟练的用户 也可以直接套用 C站里网友分享的成品 创造符合自己想象的真人照 无论什么画风 长相 发型 身材 姿势 服装 都能自食其力 如此一来 不仅人类画师 设计师的精神内耗加剧 其他一些职业 也开始受到威胁 比如福利机 对于老色皮们来说 如今只需调整模型 关键词 参数 即可生成五官和身材 相当完美的美女 甚至比一些知名福利机 还要漂亮 再高阶一点的玩法 还可以训练它的外貌特征 甚至静态转动态 平面转3D AI声音库 直接实现数字化老婆 再加上 C站上有许多 定制好的免费模型 其中有大量 标记了18架 足以满足老色皮们的 基本需求 不用花钱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 上万张图片 这个出图效率 不比去成为某个 福利机的舔狗 来得划算 当然 俗话说得好 AI不会淘汰人类 只会淘汰 不会用AI的人 一些嗅觉灵敏的人 已经悄悄做起了 赛博福利机的生意 近日 一位自称是 美国加州的 在读程序员的 网友奈奈在网上发帖称 考虑当福利机 但又觉得自己没迈向 行动力超强的奈奈 在发出感慨的第二天 便想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因为不想亲自 一张张拍图出福利 所以她用自己的 三百多张近距离自拍照 训练出了自己本人的模型 奈奈 Lora 并放在了C站上 供大家取用 这里跟大家解释下 在C站里 每个Lora 就是一个微调好的权重 可以理解为 一个人物模板 所有用户 都能下载使用 进行创作 Lora模型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只用一张图就能训练 而且训练速度很快 兼容各种画风模型 再直白一点 就是可以添加 各种天体模特 本人啥也不用做 就能当福利机了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因为 AA生成的美女 太逼真了 你猜怎么着 在我们还只知道 看着照片垂涎三尺的时候 已经有人默默利用 这些照片 搞起了灰色收入 这部最近有位大哥就在抖音上用AI图片举办了一场女仆游艇party 声称将有30位随行女仆登上游艇 想参加的人需每人3000元门票 这种不法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搞笑的是 经查 这所谓的30位角色女仆 其实都是AI画出来的照片 简直是离了大谱 目前这位大哥已经被绳之以法 通过这件事 倒是也提醒了大家 倘若你真的遇到了这么完美的美女 和自己聊天或网恋 除了要摸清 对方到底是男是女外 也得警惕他是不是AI 毕竟种种迹象表明 AI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毫无瑕疵的身材 五官和皮肤 必真到比真人还真 当然 大多数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被骗的问题 管他是真是假 好好欣赏美女图 对你口味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